上个世纪末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批 关于1949年到1953年间 朝鲜半岛问题的绝密档案 顿时震惊了历史绝界 因为不少文件清楚地表明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 美国在白宫决策会议上 曾多次研究过使用核武器的方案 军方也做好了实战的准备 因此国际舆论称 自1945年广岛长期被原子弹炸毁后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 临近核威胁 然而当时苏联已经实现了核爆炸 在中国有苏联老大哥的支持下 美国为何敢于一再对华实施核威胁 毛泽东又是如何面对核讹炸的呢 今天我们就翻开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 重新回到六十多年前的朝鲜战场 1950年6月25日凌晨 朝鲜半岛上忽然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 朝鲜人民军同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激战 朝鲜内战全面爆发 一开始 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势如破终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大田遭到迎头动机 狄安少驾成为朝鲜战场上军衔最高的美军服务 朝鲜人民军冒着联合国军的海空炮火 全线向南推进 两个半月之内 解放了南朝鲜八成以上的土地 在釜山周围的环形防御阵地上 有近十四万等联合国军 被不足七万人的人民军包围攻击 沃克中将下令死守落东江防线 他大呼 我们已无路可退 再退就要跳进波涛汹涌的日本海了 当时到七月初的时候 中国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好了 毛泽东就很想早点结束这场战争 因为开始战争进行的很顺利 他就几次跟金城建议 说你现在你的部队往前打 我帮你守后方 眼看战局对美国极为不利 中国又有可能参战 七月十四日 美国战略联合计划委员会 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中建议 一个很可能会动用的筹码 将是利用对满洲城市的核攻击 来威胁中国 川南爆发以后 约翰逊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 马修斯他们两个人 在非正式的场合提过这个问题 他们就想说有一个尝试这种可能性吧 能不能用原子弹阻止南朝鲜 北朝鲜军队的进攻 为了阻止朝鲜人民军的进攻 也为了遏制中国可能的参战 7月30日 美军派遣10架装有飞核部件的 B-29轰炸机部署到关岛 置于军方监控之下 而有着超级空中堡垒之称的 B-29轰炸机 正是二战末期 美军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袭击的 空中平台 1945年8月6日 一架美军B-29轰炸机 飞临日本广岛上空 投下了一颗改变世界格局的原子弹 小男孩 原子弹在离地面600米的空中爆炸 立刻发出强烈的白色闪光 发出天崩地裂的爆炸声 顷刻之间 34万人口的广岛有8.8万人死亡 地面建筑被彻底摧毁 广岛立刻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核武器用于实战 广岛成为第一座遭受原子弹 轰炸的城市 三天后 美军又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 投到日本长崎 六天后的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通降 2000大战 优优独播剧场 屏幕图